不会是酒头车跟上咱们了吧 谁 风向不见了 不好 主持人 快走 老人 快走 哪有那么强的事啊 一看就老头都搞鬼了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是真的想上了那条车 救我 林俊杰 他不是死了吗 怎么不接电话呀 不是一直都想寻求支援吗 原来 头九号升量激素的人真的是你 没错 是我 你说什么 沙里 跟他们聊聊吧 我 这 这不是 小夕 小夕 我真的是你 你没死 难道 你也参与了与俊杰他们的实验 对不起 静天 当年是我一手策划了假死时间 是我对不起你 我依然很爱你 静天 你愿意为了我 保守秘密吗 你愿不愿意为了我留下来 和我们一起进行这项伟大的实验 小夕 你知道我一直很反对这种被大自然规律的实验 可是为了你 我愿意试一试 你还记得五年前 我们最后一次在见实验室前我跟你准备的礼物吗 这五年 我一直都把它放在身上 今天 终于有机会把它送给你 终于有机会对你说出 小夕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我愿意 老子 今天 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了 我们一定要把这失去的五年 都补回来 我们要在一起培育好多好多可爱的宝宝 都听你的 这些宝宝 会很聪明 也很可爱 那当然 我给他们设计的智力基因 他们的智商相当于四五岁的孩子 有了九号生长激素 他们一定能够健康地成长的 嗯 上场激素呢 刚明明在这儿的 刚才 都是骗我的 小夕 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 这五年来 你一直都在我心里 可是我真的不能再看着你这么错下去 我们只是普通的人而已 不是真正的上帝 今天 居然这么对我 小夕 跟我去自首吧 你开枪啊 开枪啊 宝宝 杀了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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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杀死他们 杀死他们 就有那两个人 也在我面前转来转去的 好 好不好 听话 去妈妈咬那两个人 好不好 宝宝 宝宝 啊 再聪明又如何 不过是一只失血的怪物罢了 啊 啊 了 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